這邊蠻值得講一下的鐵人28號 他在 腿部這裡啊 他也是做了一個這樣子的鑰匙狀的結構 所以他在組裝的時候是先 你看他這邊 不是單純的圓柱形的 插孔 所以他要先這樣對準以後 把他 插進去 穿過那個鑰匙孔以後啊 再 再去 轉 一圈 這樣 這裡他基本上就卡牢了 他就不會掉了 他就不像 下段這裡 他就是一個單純的圓柱跟圓孔 那這邊我就覺得在把玩上手感是比較偏鬆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腳踝關節也是類似的道理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球型關節 他在球頭這裡是有一條凹槽的 然後在底下這個 球 口 這裡 這邊 呃 他是有 一個小小的凸起來的凸點的 所以在裝這裡的時候啊 就要先 用這個凹槽的部分 去對這個凸點 那以我來講就是這樣子 頂住以後把他順著順進去 那這個時候他的膝蓋會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就要再去轉動他的腳掌 讓他朝正前方 這樣子就會是一個很輕鬆 又不會損害到你的球頭或者是這個開口 然後又能確保他有緊實度的一個做法 那 我這邊是為了方便讓大家看這個結構 所以這樣裝 那實際上 他在 模型正式安裝的時候呢 還要再裝這個遮醜零件 套了這個遮醜零件以後 就會比較難去看到說他這裡的 球 頭 跟 這個 開口是長怎樣 所以 就是 這邊 總之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結構 好的 來介紹這一次 好微笑Modoroid 所推出的 組裝模型鐵人28號 太陽的死者 封面很帥 帥到不行 很有氣勢 那 背後長這樣 是說 鐵人28號 其實我本來沒什麼興趣的 因為我完全沒有看過他的作品 所以我跟他很不熟 不過看到這個封面的 美術圖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很好奇 他是真的有噴漆噴得這麼漂亮的金屬籃 還是說這只是塗裝效果 齁 那他跟這個比較舊版本的造型的鐵人28號 好像是一起發售的 不過我在模型店只看到左邊這個帥氣的版本 沒看到右邊這個比較粗粗的版本 所以我是買左邊這一隻 那玩具食品呢 欸 果然他那個封面的漆面是騙人的 他實際上是塑膠成型色的金屬籃 那就會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水波紋的效果 然後他的發色啊 也不會像封面的那麼漂亮那麼亮就對了 不過實際 實際這樣在鏡頭底下看又好像也看不出來 有什麼明顯的瑕疵就是了 效果還是很漂亮 而且整隻組裝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跟預模到比起來組這一隻真的是爽翻天了 有種復健重拾對組裝模型的愛的感覺 哎呀 好組的模型組起來真的是很舒服啊 眼睛顏色這些都是分色分出來的 他裡面這個眼眶旁邊的黑色是他預塗裝的部分 這個部分預塗裝 有點微妙微妙的 然後胸口這四條黑色 他有附貼紙 但是因為他就整隻全身上下就只有這個地方需要用到貼紙 所以我也是很乾脆的直接筆圖幫他補色 反正這邊要上色也不是多困難的事情 好就 我也是覺得 像這裡這個複雜的28還有腰 這個三角形這邊他都有幫你預塗裝 那這四條黑色你幹嘛不也推一塗算了 留這四條黑色要貼貼紙 就是有點 有點不乾不脆的 那 模型組好以後啊 除了鐵人28號以外還會有這個 疑似是駕駛艙跟駕駛的小人 小人非常小我就沒有再幫他塗裝了 然後這一台 算是機車嗎還是算飛行器還是算漂浮機車 總之我真的是沒有看作品對不起 好 那就看過就算了 那另外還附了這個 扣環可以扣住他的腰 然後就可以 去接支架做出他飛行的效果 好 那飛行效果呢 他是 這兩片可以往兩邊拉開 他 噴射器這裡 有一個小小的缺口 可以 摳這個缺口 往兩邊展開兩片小翅膀 這樣 好啦就是這樣 真的是只張開一點點的幅度 要說是翅膀也讓人很疑惑 這個 這個尺寸的翅膀到底有什麼用 但他就是 他有做 而且是不用插拔鍵是直接可以拉伸的 OK 那 反而是他的頭 欸 他 他的頭啊 就是 他是做這樣子的一個雙重關節 可以 前後搓動的 關節 好 那他的上台呢 就 很明顯 非常的受限 所以 他為了重現 飛行POSE 他採取的方案是 替換 零件 反而在頭部這邊 他不是用複雜的關節軸來處理 而是 直接給你一個替換零件 直接做一個頭上仰朝前的 關節 這個 解決方案也可以說是簡單明了 好 那他就是可以這樣子 飛行了 WEE WEE 我反而不喜歡這個設計耶 我反而會比較希望你可以透過 關節機關的設計來達成頭部上仰 但這樣插拔鍵的好處就是 他至少 兩個型態造型都比較好看啦 我確實也是沒什麼話說 那替換配件方面 還有這兩隻開掌手 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簡單的球關 可以直接把拳頭扯下來做替換 換上去以後的效果是這樣 不過因為他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握持 所以這個開掌手 可能就是這樣 把一個稍微有點破例的POSE用的吧 那人物可動度方面呢 就像剛剛介紹過的 他頭有一個雙重關節 低頭可以低到這樣子的角度 抬頭就是 稍微避讓一下他後面這邊造型的干涉 可以往上看這一點點 左右旋轉是沒有問題的 也可以左右扭 然後肩膀可以舉到這樣子的角度 稍微低於90度 有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手肘兩重關節 那拳頭就像剛剛講的是一個球關 腰它可以旋轉 也可以 它有做一段拉伸關節 把這一段拉伸關節拉出來以後呢 它腰就可以彎腰 可是就 只能彎這一點點 後腰也只有一點點 然後可以左右扭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拉伸加球關的構造 這邊我也是覺得比較可惜 應該都還可以做得更複雜 讓它可以可動度比較大才對 這一點點彎腰角度真的是有跟沒有差不多 再來它胯下的關節這邊就比較複雜 它有做一個拉伸關節 這邊其實可以感覺到它還蠻用心的 就是你如果沒有把那個拉伸關節拉出來的話 它這裡這個銀色圓環的造型會幾乎是 跨下這邊幾乎是貼起在一起的 那把這個夏拉伸關節拉出來以後 它側劈就可以踢到這樣 那前踢腿 它就會變成要利用這個關節 去旋轉這個關節本身 再加上它腿這邊也要旋轉一下 就是它這個大腿上面這個圓環 它其實不是一個平的圓環 它是一個有點傾斜角度的 那你旋轉一下就會避開這個圓環的干涉 然後再去轉它下面這裡就會造成感覺 好像它前踢腿有得踢到這麼高的感覺 就是盡量去避開這個圓環的干涉這樣 但其實就算這樣努力去避開干涉 它上台也只能抬這一點點角度拉 其實是很平弱的腿部上台關節 就是努力去旋轉避讓還是只有這一點點角度 我會覺得它胯下關節應該可以再用心一點 做一些拉出式關節之類的拉 這個這一點點角度真的對一隻機器人來講 我是覺得很不夠用 那它膝蓋是這樣 底下這個蓋板它會稍微跟下面的造型有互相頂到 就是用點力氣把它推過去以後 它的膝蓋彎折可以到這樣子的角度 而且也都是有做這種過渡的造型出來的 這一邊膝蓋關節我就覺得處理得很漂亮 然後腳踝關節它是一個球關 有上下扭旋轉左右接地 那它腳踝也有做一點點拉伸 所以可以把它拉出來以後 就會有更大幅度的接地關節 那這邊就是一個遮首零件 OK 那這一隻就真的最可惜的就是它胯下關節 我實在是覺得應該可以再做得更好才對 不過可能因為畢竟我也沒看過原作 搞不好原作裡面鐵人28號它就沒有做太多大動作 就是這樣子的幅度就已經夠用了也不一定 就不好多說什麼 那本身它組裝真的是很輕鬆 可能就只有身上這四條黑線需要筆圖補色一下 就算不補色用貼貼紙 它出來的效果應該也不會太差 因為這邊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造型 或者是什麼大弧面 所以這邊貼貼紙應該也是OK的 就是整隻造型就已經很還原 然後很帥氣了 那這個金屬色的成型塑膠啊 還是多少可以看到水波紋 不過因為它都有做隱藏湯口 所以也可以整個框架下去幫它噴金屬藍的漆 效果應該也會不錯 只有側面的合縫線可能都還是會比較明顯這樣 好那就介紹到這邊啦 真的組裝很輕鬆 然後組裝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喜歡鐵人28號的可以考慮看看 這個組裝的舒適度真的是很不錯 很輕鬆很舒服啊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該怎麼講這種鑰匙結構 在之前的好微笑的作品也已經有看到的 然後在本呆的FM風靈或者是NGSD 也都出現大量 大量這種鑰匙結構 我就有一種 欸 時代已經又進步到下一個階段去了嗎 該不會 這種鑰匙結構已經變成基本中的標配了 以後會 漸漸的淘汰掉這種單純的 圓柱跟單純的圓孔的設計法 不會吧 我這麼快就又老了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